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人都会认为王妃真的是一个人生充满传奇的女人了 第一段婚姻是何多位 第二任丈夫是李亚鹏 两段婚姻结束之后 年仅50岁的王妃还得到了谢霆锋的钟爱 很多人都表示不能理解 为什么王妃能让谢霆锋为她痴迷 是因为王妃的美吗 但是张柏芝年轻时也思考不输任何人 那是因为王妃的才华 但是张柏芝新人出道时便拿下了多个奖项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 陈奕迅在接受装访的时候就说出了原因 陈奕迅表示谢霆锋19岁的时候压力特别大 因为当年星途不顺 又要替付还债 压力真是特别的大 这样子谢霆锋19岁自然是不愿意再和有压力的人在一起了 而张柏芝却会带给谢霆锋很大的压力 在谢霆锋工作的时候 张柏芝会一直找他 疯狂地打电话 直到找到谢霆锋为止 后来又有了陈奕迅事件 谢霆锋顶住压力表示支持张柏芝 然而在事后 张柏芝在飞机上再次偶遇了陈奕迅 两人竟然还很轻松地合影 对于谢霆锋这样惧怕压力的人 可能真的是没办法再坚持下去了 而王妃一直都是十分独立自主的 两人的相处模式十分的自然 王妃爱自由又独立 正是谢霆锋需要的 所以可能这也正是王妃能让谢霆锋为其吃迷的原因了 不知道对此 你怎么看呢 一起来说说吧 王妃祖父是王兆民 自莫林 嫩江省龙江县人 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系 曾任中华民国立法委员 1985年在台湾逝世 四子王又林 即是王妃的父亲 是位原煤炭工程师 母亲夏贵也曾是煤矿文工团的女高音 因为文革影响 她15岁前跟随母亲信 名为夏林 15岁后改从父亲才叫王妃 她曾是中国中央电视台银和少儿艺术团的艺员 由一兄长名为王毅 她毕业于北京的东芝门中学 本已在高考中考入夏门大学生物系 王妃同年时曾是中国中央电视台银和少儿和产团团员 该团还保留了她小时候胸带红领巾表演的影像资料 在中学时代王妃的歌唱事业就显露头角 出版过几张翻唱邓丽君歌曲的专辑 包括《疯从哪里来》 《迷人小姐》 邓丽君《故乡情》等 王妃早期参与拍摄了一些有名的香港电视剧 如袁振霞、《一号黄亭》、《哀哀》等 但歌谈天后地位确立后就离开了电视荧幕 直到2001年受邀复日拍摄日剧 终以大话姻缘或弄假成真 剧中王妃担任女主角 成为首位出演日剧女主角的华人 男主角是钟晋贵依 女配角则始终先游际会 聚集于同年7月日本富士电视台首播 台湾新加坡电视台同步播影 香港无限翡翠台则于10月播放 电影方面 王妃评著《重庆森林》的演出于1996年 获得瑞典斯德哥尔摩电影接影后 后来又凭《天下无双》获得第九届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最佳女演员 导演王家卫也曾多次公开赞赏王妃的演技 称其为天生的演员 认为她具有最好的肢体表现 body motion 就一个人在镜头前的一些动作 整个画面就活过来了 并表示没有人能取代阿飞 她不拍戏真的好可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